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人物的专访 透过议题的探讨 要让大家了解在争议性背后 这个争议性议题背后的一些 结构跟制度的问题 甚至这些结构跟制度的问题 也经常会是一个长久文化 所累积下来的一个问题 在上个礼拜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到了凯道的这个现场 其实从上礼拜到现在 已经将近有20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的原住民朋友 不管是马耀或者是马耐 还有许与多对原住民朋友 都在凯道上面 他们希望能够去达到 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诉求 就是有关原住民土地的 这个划分法能够去退回 第二个就希望 一降的原民会的主委能够下台 当我们到那个现场 其实我们是希望 回到那个现场 让大家了解这些团体的诉求 同时呢 也因为蔡英文总统 曾经在亲自到凯道来见 这些原住民的朋友 然后希望谈到跟他们道歉等等的问题 也做了一些有关于 这个相关的一些承诺 所以我们希望把那个现场 回到那个地方去看到底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延续这个话题 我们要回到一个制度上面 来谈这个划分的办法等等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实际做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是原策会的监视 巴桑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巴桑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在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 都会希望能够跟这个原住民族 保持的一个非常友好的关系 不管是在选举的时候 或者是在他们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也常常会提出一些 他们的一些政策主张 例如说1999年的时候 这个陈水扁总统当时还是候选人 他就签订了原住民族 和台湾政府的新伙伴关系 然后也提到说 要恢复原住民族的这个传统的部落 那到了2011年 这个当时的马英九总统也提到说 要恢复传统领域 要返回土地正义 同时对于这个过去 不当侵占或是非法侵占的 这个原住民土地呢 他要这个依法主张回复 不能回复的话 应该给予适度的赔偿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 其实也曾经说过 说回复台湾历史这400多年来 原住民族经历了不同时期的统治者 跟外来移民 逐渐的上市的土地 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土地的 这个根源的问题 那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主张 其实从原住民族的 还我土地运动长期来 似乎在候选人 或是在这个政治人物的承诺上面 他们有多做了一些回应 可是我想要先听听您的一些意见跟看法 就是好了 我们的政治人物说了这么多的 这种承诺 或者是也这么多的主张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将近20天的时间 原住民族的朋友还在凯道前面 在那边抗争 希望能够去继续这个怀国土地运动的延续呢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 我们过去在从阿扁总统开始 那他就开始走一个道路 就是希望说 我们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殖民的肯值的国家 他来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所生存的原住民族 他们的土地被侵占 被掠夺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不正义 那从那个陈水扁总统他开始面对 那他面对的时候呢 他是跟原住民有签订一个所谓的新伙伴关系 也就是说他承认原住民族 是先于国家存在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家 跟原住民族 以一个非常平等的对等的状态 来解决这些历史的土地的不正义的问题 那所以在原住民族看来 那国家能够承认我们原住民族 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那我们就可以来谈 那这个地方的土地 我们被侵占的土地 这些土地的历史的不正义 我们怎么样来双方找寻一个 可以彼此在这边 我们所谓的一个和解共生的方式 因为原住民族他也不可能 也不希望把后来来的这个汉人的 非原住民的后代 把他从这块土地上面赶走 我们希望说找到一个很和好的方式 然后彼此 因为原住民的文化 他是一个分享的 一个共享的一个文化 他希望说能够彼此分享这块土地 那这边就有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原住民族觉得后来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对待这个土地的方式 跟原住民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观上面的冲突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在这件事情上面 直到今天为止 老实说还没有完全能够厘清 其中的一个焦点就是说 汉人对土地的看法 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财产 是可以做商品化的交易的 那原住民他不认为说人可以拥有土地 是土地拥有人 所以他们是希望说 让汉人知道说 我们不能够把土地当作商品 也不能够来破坏这个土地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人跟土地 人与人能够怎么讲的 能够分享能够共享的一个使用土地的方式 那在这件事情上还没有办法 大家有一个共识 所以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这个历史来看 我们看到我们的政治人物 似乎相对在于过去的 这个国民党比较威权 或在日治时代这种比较起来 它相对之下是一个感觉是比较谦卑 甚至也比较容易愿意道歉 不管是来自于选票也好 还是来自于真心 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是慢慢的有进展 甚至我们也看到这次有这个划设 划设办法出来 不过在理念上面是一回事 可是在实际的政策上面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回到您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 在划设办法当中 有提到了说 这个所谓的划设的土地 我们就先去谈的是一个 所谓的公共的 这种所谓的公有地 而私有地我们就先不处理 那当中有个争议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处理私有地的话 那会跟宪法所谓的这个财产权 其实会产生一些冲突 也就是说宪法有谈到说 我们有所谓的个人的财产 那经历过这么多年 这数百年来 也许过去是一个不正当不正义的 可是呢 它毕竟经过了很多次的转手 对很多人来讲 这也是我的财产 那这个冲突怎么去看待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从阿扁跟原住民道歉之后呢 我们台湾就有一个新的法律叫做原住民族基本法 那在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 基本上我们政府是承认原住民族 它拥有这个土地跟自然资源的权利 那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这一个一个叫做比较规范 叫做一个比较原则性的宣誓性的一个条文 它必须要透过法律来处理来落实 那在这个原基法的20条里面 它有规定一个 我们国家要制定土海法 同时要成立 类似像现在的党产处理委员会 一个原住民的土地调查处理委员会 它具有一个类似司法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来处理这个土地权的问题 那但是这个马上就遇到说 整个我们台湾社会非原住民 他们不了解 他们觉得说定了这个法律 是不是就要剥夺我的财产权 我的土地权 所以这个法律 从原基法到现在十几年了 没有办法上路 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增结在这里 所以这几年来 大家都觉得说 那不然我们先不要处理土地权的问题 我们先做一个叫做划设办法 它先处理土地的空间范围的问题 就不涉及土地权 所以它这个划设的概念 就跟我们台湾法律里面其他的这个分区的划设概念 比方说非都市区跟都市区的这样一个分化 那这样的一个划设完全不涉及这个区域里面的土地产权 土地权的问题 那不幸的是说这个划设办法 目前提出来之后呢 就遭遇到一些不了解的来自 来自不晓得是行政部门还是他们背后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你他就把这个划设办法当作是在划土地权的范围去了 那以至于说就引发了说那你如果说去划到私人土地 就会违反宪法的这个土地财产权的这样一个保障 那事实上许多的论者许多的原住民都不断的提出来说 我们政府搞错了 这个划设办法它是一个行政命令 它不可能去处理土地权的问题 它完全不涉及土地财产权 所以是一个误解 那但是因为有某些原因了 那使得政府并没有去澄清这误解 不但没有澄清还去散播这个误解 那这样子的一个后果就是说 原住民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告诉台湾人民说 我的传统领域的土地是什么样的状况 是在哪里 那也没有办法了解所谓的土地历史不正义的真相 我们要找到和解共生 那蔡英文的这个转型正义 第一步就是要寻求真相 那你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划设办法 是要寻求真相 以为是要来处理土地权的问题 所以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冲突 那我们是不乐见这样子 我想这大概是很多人比较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把上连的意思是说 就好像在现有的相关土地规划的办法当中 这里有叫卢业区 这里也叫住宅区 这里也叫商业区 这样的一种区隔的方式 所以他只是先做区域的划分 并没有要实质的去讨论这个土地的这种所谓的征收 可是回到一个在现实的状况好了 那既然这个地方被划设为传统领域 那如果我们知道它是传统领域就好了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犯法去做划设 因为你把它划出来传统领域 它可能会不会有一些限制的 例如说好了 那这个是传统领域 我要去做土地开发 那我今天要盖这个美丽湾 要盖这个房子 那么我是不是要受到这个传统土地 这个概念的限制 那如果是的话 那当然会有些人会感到一些比较紧张 或是焦虑 因为他自己的私有财 不管他是要做大型的开发也好 或是他自己的小块的土地 他自己要做新建也好 他恐怕都会遇到一些障碍不是吗 是非常好的 这个又是第二个 接下来要谈的问题 那这个传统领域的这个画色呢 那不是说怎么讲 就是说画了以后 那就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为什么 这就跟文化景观的保护类似 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画起来 这是属于原住民的一个文化景观区 这是一个属于原住民的一个传统的文化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重要是要保护原住民他的文化跟生存的权利 那为了要保护这个文化景观的话 虽然你是有私有财产的权利 但是呢你不能任意的破坏这个文化景观 那所以就有一个 这个是完全依照国际标准来制定的 就是有一个联合国原住民权力宣言 以及原住民及部落人民的公约 这是国际规范里面有规定 就是说你如果土地权 还没有办法移转给原住民 还没有办法还给原住民 但是呢你一定要充分保障原住民他的文化 尤其是他的文化是跟土地 是非常紧密的相连的这种关系 你要保障这个关系 所以你的土地的开发利用 要经过原住民族的同意来进行 你至少要谘商他 让他告诉你说这个土地你要怎么用 要怎么用不能够这样用 不能够这样用 那所以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第21条 他就有规定了 如果你要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里面 要去做一些开发的话 你就必须要来咨询取得原住民同意 但是这个咨询同意呢 他并不是无限制的扩张他的一个范围 他有另外授权法令制定在四大项目的这个范围里面呢 去做调整 那这个部分呢 目前我们的政府也已经定颁了一个 资商取得原住民族及部落同意参与的一个办法 那在这个办法里面就跟环境影响评估的概念一样 他有做一些正面的表列 出现在这个表单上面的项目 才要经过原住民的资商同意 那我们看这个表单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型的开发 会破坏地形地貌 那会破坏原住民的 未来的文化存续的 这个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开发案 才需要经过资商同意 刚刚管老师讲的一般的私人的这个土地利用 比方说龙龄渔墓的利用 比方说修建防射 这个都完全没有在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项目里面对私有土地唯一 唯二 唯二会有影响就是说 新建旅馆 以及存放有毒物质 如果你的私人土地 有这两项的话 就像蓝宇的这个费荷 荷废料或者是像大型美丽湾的饭店 这种新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您刚刚讲的蓝宇和飞 那个是公有地 我是一直说私有地 公有地的话 还包括大型的交通建设 还包括了很多的 其他的比较大型的这些公共的设施 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私有地的话 其实只有这两个会影响 但是这个两个影响的话 它的规定里面还有诞书 如果你新建饭店 或是你存放有毒物质的话 是对原住民族的生存发展 是有利的 是为原住民的生存发展来做 你可以把它剔除掉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细致的规定 我这中间也没办法仔细的说 但是基本上并不是说 化在传统领域范围里面的私有地 就一动都不能动 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想把上次的解释是非常非常清楚 简单来讲就是说 这个会是一个所谓的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 那你在这里要做一些建设的话 要做一些开发的话 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资商权 而这个资商的标准 事实上在有关的法律 甚至包括像环平法里面 它都已经定下来了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概念上面 这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那我们基于一种尊重 或者是回复到过去的 这个所谓的历史的正义 要来做这样的一种区隔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那这个实际的步骤它可以是什么 或者说国外它在面临到 类似的这种争议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处理 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网路上面的讨论 就是说这个原住民族 其实这个为什么要来回过头 还是要去侵占汉人的土地 那看起来很多汉人是反对的 那甚至会产生某种的冲突 在政策上面 它怎么去面对这样一种冲突 有没有什么其他解决的可能性 我们先休息一下 你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大远载报新闻 日前民进党立委吴玉勤 及台湾社会福利总盟举行记者会 呼吁劳动不能放宽 让社福单位能够适用老基把第30条之一 采用四周弹性公时制度 但是在3月9号 全台社工职业工会串联召开记者会 表态拒绝修法 他们要求坚守单日公时的上限 也提出机构违法的试证 呼吁卫福部充实社福经费 避免让社福机构与从业员工弱弱相残 社工职业工会认为 这份职业长期缺人 就是因为劳动条件不好 人力不足就应该充实人力 不应该是松绑法令 而当天上午在立法院 劳动部也被立委追问相关问题 劳动部强调 会先听员工的声音 现在谈松绑事言之过早 韩国HIDIS工人多次来台抗议 永丰于集团圆泰科技公司的 韩国子公司HIDIS不当官场 要求资方负起责任 国内也有声援者立体 他们在2015年时到移民署抗议 丢职鸡蛋遭到起诉 一审无罪检方再上诉 3月8号高等法院驳回上诉 声援HIDIS工人的三人无罪定验 法院认为声援的三人行为没有故意侵害人生 也没有侵害个人的人性尊严 只是用丢鸡蛋的方式表达对移民署的遣返措施不满 上属国家对言论自由最大限度维护范围内 属于可受公平之事 政府机关应该给予容忍 因此驳回检方上诉 三人都无罪定验 今年3月11号是日本311核灾六周年 反核团体发起新政府上任之后的第一场废核游行 总统蔡英文在选举时打出废核的承诺 不过台电在蓝宇核废料签出的工作上 一直找不到替代的储存地点 反核团体走上街 也有达物主的居民到场抗议 呼吁政府要正视蓝宇核废料的签出 以及2025年非核家园主张的落实 不止在台北 高雄和台东两地也同步举办废核游行 要求政府应加快脚步 提出能源转型的具体规划 使成不要一拖再拖 对此台电强调 已经陆续推动核电厂如期除一等工作 也积极推动蓝宇核废料签出的执行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在刚刚的大原载报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 其实有关于社福的劳动权的议题 其实引发很多的关注 包括吴玉琴立委跟社福总盟 其实也在开了一个记者会 希望社福团体纳入劳基法的31条 这个私有行业 就是说就松绑每日工作12小时的上欠 因为对很多的NGO 特别是这些所谓的照顾性的团体而言 这样的一个法律 他们会觉得是不合胜的 当然有一些社工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劳团也起来说 这样的一种主张事实上是很糟糕了 他指的是像吴玉琴 或者是包括社福总盟的这种做法 因为即使是一个照顾 即使是一个爱心 他还是一个劳动 这个劳动他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劳动的保障 那也有人会觉得说 他根本的问题是在于 这个基本的保障是应该有 可是国家在整个社福的支出跟预算上面 其实相对之下是非常非常的不足的 那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过很多次 如果没有劳动权 他就不会有好的专业服务 好的社会服务 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要持续去关注的议题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原测会的监视 马上要来继续来跟我们谈这个原住民族土地 划分法的这个问题 马上你好 你好 樊老师好 事实上马上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已经跟我们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划设办法 它的背后的一个价值目的意义 以及在现实上面可能会对这个社会的影响 它其实冲击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其实非常非常不解的地方是 我们知道在这个原住民族的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运动里面 其实环保土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 但是回到一个实际的落实上面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落差 因为在划设办法 在过去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区隔 但是为什么颁布之后 这个区隔又跑出来了 它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因 我们这个划设办法 它是处理原住民传统领域的空间的范围 它并不是要处理土地权的部分 土地权的部分 另外必须立法来做处理 那也必须要设立 类似司法机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处的一个处理 所以那个部分如果混进来处理的话 没有办法好好的让原住民来诉说 他们跟这块土地的关系的那个真相 所以划设办法 它只在一个认定 去指认原住民族 它的一个传统领域的土地的范围 但是呢在这个办法呢 它的一个草案呢 去年政府依照这个法令的一个公告的规定 它在去年的8月3号 也是因为蔡英文总统跟原住民道歉 他们就公告了这一个划设办法的草案 在这个划设办法的草案里面 传统领域的定义 是没有区分公私有土地 大家都知道传统领域是原住民族 它先于国家的这种土地制度而存在的一个东西 传统领域或是原住民的传统土地观点 是不可能去区分公有私有 也不可能去区分现在的这些 县市相鎮的行政区域 那所以这个办法呢 它基本上是说有一些瑕疵 但是呢原则上在传统领域的定义上 是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呢在预告之后一段时间呢 原民会就承受了来自上级 非常非常强大的压力 就是不准他们划设传统领域的时候 把公有地划设进来 那虽然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原民会他也试图去说明 然后内政部的法规会也说都没有问题 他这个不是要去处理土地权 不是要处理产权的问题 他是要做一个空间的划设 没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那个压力却越来越强大 逼迫原民会更改对这个办法的这个内容 就是说传统领域的定义只能限于公有土地 那同时呢对于这个办法的这个缩理呢 也把一个从来过去在处理传统领域的范围划设 没有提到的而且也是刻意的要跟这件事情区隔开来的那个土地 产权的问题呢就被拉进来了 那拉进来之后呢就会让不但是行政部门包括我们的林权院长 那我们不知道小英是不是也被这样一个说法给蒙蔽了 那社会大众就产生了疑虑了 那这个本来就是划设办法 他要避免的 因为他只要处理空间范围的问题 他要处理原住民的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真相的问题 土地的真相 但是这个时候就刻意的有某一些 我相信是背后有一些土地投资的利益的问题 因为大家晓得我们的土地 跟原住民的土地关系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土地都是商品化的 那如果你这个土地呢被定义为都市区域 会被定义为非都市区域 大家都知道那个价格就差非常的远 那可是不幸的是说我们台湾到现在还没有去认可说 原住民的文化价值其实会提升土地的价值 他们认为说你把它冠上一个跟原住民有关的话 就好像把它冠上为非都市区乡村区那样子 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大概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就不惜的曲解法律 甚至是做一些违法的解释 说你划设就会牵涉到土地产权 那就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冲突的一个后果 所以看起来从马上的这个解释里面 它似乎是越改越糟 然后越解释越糟 那原本看起来是很单纯 那如果这个背后的利益当然就是因为 你今天被设定成为某个概念的土地的时候 那个土地的价格它事实上是会产生一些影响的 那背后恐怕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开发利益 也许在后面有一些必须要再更进一步深究的地方 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我想我们要必须要跟所谓的观众朋友跟这个听众朋友 要更清楚的来说明 就是好 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概念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做实际的 假设要做实际的执行 我不晓得在国外他们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有非常多的国家 例如说这个纽西兰或者是在这个加拿大 他们事实上也有类似的这种土地争议的问题 或者是在邻近的菲律宾 也都会有原住民这个土地的这个相关的运动 在其他国家他们实际的做法是什么呢 那其他国家要处理原住民的还我土地的议题 最基本的就是说对于传统领域或是传统土地 这个概念上要先做区分 也就是说像我以菲律宾为例 它是把传统领域跟传统土地 这两个是做两个名词 我们台湾现在就是麻烦 就是说他这两个名词没有很明确的区分 在概念上没有很明确 那传统领域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是涉及到所谓的领域权的问题 或者是说我们台湾原住民喜欢用自然主权的问题 它不涉及这个当代的这种 这种国家土地所有权 这种财产权的观念 它是完全就是不要去谈财产权的观念 那传统土地的话 那就会涉及到这个所谓的所有权跟财产产权的观念在里面 那那个是为了现实上要处理 那国际上要处理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是有产权观念 一个是没有的 他们基本上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分开来处理 一种是合在一起处理 那如果说这个国家 它的制度非常健全 司法的制度非常健全的话 那它通常会合在一起处理 必其公于一亿 那这样的话 它有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 比方说纽西兰 它有一个土地信托的法案 那它可以让这些 就是说这些土地的这个产权 可以用信托的方式处理 而不必直接去冲击到既有的这个产权的问题 那但是呢 有一些国家 它的法制不是很健全 那所以就是会把它分开 我们台湾现在是选择分开来处理 这样是对台湾是比较好 那菲律宾的话 它概念上有区分 但是呢 它是合在一起处理 所以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如果分开来处理的话 那个做法就很简单了 因为原住民族 它先于国家 它才知道说 它的传统领域在哪里 所以它在做传统领域的画设的时候 基本上是跟联合国标准一样 就是一个自我认定 除非它所画设的这个区域 牵涉到非原住民族地区 以台湾来讲的话 那我们台湾会牵涉到非原住民族地区 就是北部跟西部 东部的话完全都是原住民族地区 这比较清楚的 对对很清楚 那如果牵涉到非原住民族地区 基本上是说 由该地区的现有的这个行政区 比方说我们泰亚族三峡 那个是既有的这个新北市行政区 那我们泰亚族要诉求说 那个是我传统领域的范围 那就要跟新北市来做一个平等的协商 来决定说这个地方怎么来做 所以如果说只是处理空间的话 基本上国际上也都是这样 就是说用协商的方式 无论是原住民族内部他部落之间的协商 或者是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的一个协商 来认定这个范围 那这个是不处理土地权的时候的一个做法 那这就非常单纯 而且可以找寻到历史的真相 那如果合在一起处理的话 就会生起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这个土地权 因为我一化就会牵涉到土地权的移转 那就不能够只是说 就是说双方协商就可以 你必须要去确认 他的这个土地权的取得的过程 有没有不正义的地方 如果说有不正义的地方的话 那他又是合法取得 那政府就要设法要来 要来跟这个地主要来做一些补偿协商 甚至最严重的时候还要征收 比方说在一些国家里面 包括菲律宾 那我们台湾原住民跟菲律宾 这样打交道发现说 他们把这个概念区分这个是很好 我们台湾没有做到这一点 就是说把传统领域跟传统土地 在概念上做区分 那他们是有区分 但是呢他们接下来就是 他们是合在一起处理 一方面让原住民 他也是说你要画传统领域的话 你原住民自主 你自己画就可以 但是呢要处理这个土地权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就必须要透过一个准司法机构 他们国家菲律宾的原民会 他是在土地的这个协调处理上面 调查处理上有一个准司法机构的 一个权利 那这样还能够来处理土地权的 归属问题 再能够去确定说 这个土地权有没有伤害到不正义 那如果说有的话 要怎么样来补偿处理等等 或者是信托 那个后面就是非常麻烦 所以菲律宾的这个法案 过了20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顶多十分之一的 这个原住民的土地有做处理 因为他跟土地权绑在一起 很困难 但是他一个好处是概念上区分 所以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背后还有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政策工具 他必须要去做准备 包括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 谈到的这个相关的调查权 或者是刚刚谈到一个准司法机构 可是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的状况 也是最后一个请教 马上的一个问题 现在似乎是僵在这里 就是说这个小英他会觉得说 这可是原民会的事情 但是原民会可能背后 有一些所谓的黑手一些力量 然后原住民的团体 又在这个海道上面 去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坚持 这样的抗争 我想要请教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 如果回到台湾 我们假设没有办法 真的马上解决这样一个僵局 那循序渐进的步骤 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去处理 也许它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些明确的做法 一些可行的方法 又是什么呢 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原来我们台湾的这个原基法21条 原基法20条的设计 就是说把土地权跟领域的空间的权利 这个领域的一个空间的范围 把它区分开来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一定要在这个定义上 在这个概念上呢 要把这两件事情区隔开来 然后区隔开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划设办法 其实本来的设计就是这样 它就是去处理空间的范围 不涉及任何的产权 不涉及任何的土地权 它就去处理空间的范围就好了 那然后呢 在这个空间的范围上 原住民可以跟国家 非常好的一个达成一个共识 那然后呢 让大家让台湾人民都了解说 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它过去的原住民的这个土地的范围 它的真实的状况是怎么样 哪一族它的范围是在哪里 哪一族的范围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 大家有一个概念 比如说花莲的人 他就知道说 我住的地方是 萨吉拉雅的传统领域 我知道这个地方 我知道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们是很希望说 这样的话 台湾人民能够认同这块土地 而且对这块土地的文化历史 有一种骄傲感 认同感 那这个是最重要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原住民跟我们这个非原住民社会 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来做和解共生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以后再来去处理 这些土地产权的处理问题 那这样的话 主力就会很少 而且会做到公平 而且会做到原住民 所非常盼望的 他们希望跟汉人一起 好好的来对待这个土地 因为原住民认为说 有一些汉人的 当然不是说汉人 就是某一些财团利益 他们对待这块土地的方式 让原住民的祖林会哭泣 就是说他并没有 好好的把人 依赖土地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来实践 反而就是说 人刻意的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改造这个土地 然后让大家没有办法 在这块土地上 永续的生存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文化价值 那而且原住民也很希望说 不要把土地完全视作为商品 这样的一种 现代的这种 一种一种一种 他们觉得说非常不好的 对待土地跟对待人的方式 那这些价值 你如果先能够把土地产权的处理 把它往后延 我们逐步来很稳健的 先处理这个空间的 土地历史的真相 那我相信对台湾未来的一个发展来讲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个岛屿上 在这个国家里面 事实上有先来后到的不同的族群 这个不同的族群之间 其实很重要的 我们要先彼此认识 我们要先把很多的真相去还原 就像民进党非常谈到的 所谓的一个不当党产的处理 或者是谈到转型正义 事实上未来要是不是能够和解共生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可是这个和解共生之前 所谓的真相 它必须要清楚 它必须要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巴桑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同时也告诉我们更清楚的厘清 这个土地化身法法的一些问题 以及它可能不是问题的这个地方 非常谢谢巴桑 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节目到这边结束 下个礼拜空中在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光的时间 还来不解 感谢 散在手中的幸福 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在手中的黑暗 恋爱的希望 忘记要相信 神秘的动力 是如此 往前走 继续了去梦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